最近对扔垃圾也开始有意识地扔了 可能会被问 扔垃圾不是应该的事情吗 是的 扔垃圾看似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你如此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家里堆积垃圾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有人有可能没意识到 也有可能明明知道就是嫌麻烦而搁置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活动呢 今天就是想说说扔垃圾的事情 就如刚才说的扔垃圾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即便是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对有些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有各种的情况吧 并不能说是理所当然 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曾经对我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的顺序吧 今天就说说扔垃圾这几个顺序的心理活动吧 一就是垃圾作为垃圾被认识是需要时间的 二呢就是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和拿到垃圾厂是需要时间和决心的 三就是才轻质垃圾 下面就深挖一下这三个顺序的心理暗示吧 一垃圾作为垃圾被认识是需要时间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留着呢 有可能用还能用应急用等等理由 就是我们买的东西留下的包装盒 想着装什么是可能会用 好好的为什么要扔呢 很好看呀很喜欢 这么想着就很难扔就搁置了 想着需要是在用吧 但往往一搁置就是没有在用上 最后新的东西到来 家里面实在是没有空间了 还是扔了 这就是垃圾被认识到 它是垃圾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就是用旧的牙刷 想着呢打扫卫生用 结果就是吞了很多 这种东西很多人的家里是不是都是如此呢 不管是化妆品 鞋子 衣服等等 如果不能用了 作为垃圾 马上扔 就扔了 如果想着还可能用 就先放着 等有时间是再说等等 而收纳起来 看不到就忘记了 这样日复一日 家里的不利索 不整洁 就是不能改变 二 垃圾作为垃圾 拿到垃圾厂 是需要时间和决心的 这是每天感受的事情 已经是垃圾的东西 把它扔到了垃圾棚 但总想着 等垃圾满了 再扔到垃圾厂 特别是在日本 垃圾分类是非常折腾人的事情 资源垃圾 生垃圾 再利用垃圾 瓶子 一拉怪的 纸张的 等等都得分开 垃圾袋没满 就不是很想扔 觉得很浪费垃圾袋 如果不会发出臭味的东西 就很容易成绩 想着满了再扔 对于生垃圾 也是有种种的理由 不能天天扔去 假如说 没有装满 浪费垃圾袋而不扔 满了如果不出门 显麻烦 不想为了扔垃圾而下楼 即便需要出去 有可能为了赶时间 而没有能去扔垃圾 还有就是 可能手里的东西太多 而没有地方拿垃圾 结果就是垃圾沾去了 很多家里的空间 房间看上去 也不整洁的原因吧 记得由于其事 我说我家在利用的垃圾 都是拿到超市的回收桶 这样利用去超市的是 顺手带去的 的确节省了家里 放他们的地方 但对于生垃圾和资源垃圾 从我开始断舍了以后 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 尽量拿 做到马上就扔去吧 三 清食垃圾 即便是扔垃圾的日子 如果这天不出门 就是不想为了扔垃圾而出门 想着出门时再扔 就容易放置 这就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原因 一直喜欢这么拖延 一直就会心情不好 扔了后呢 利索的空间会让我们 不仅心情好 而且整个家的空间 也感觉到明亮了 这都是事后的事 但人总是喜欢拖延 人也总是懒惰的 这也是我现在 有意识地做到的事情 每天扔垃圾 就如断舍里 那些以不屑的东西一样 群积着就会给家 早晨不正洁 做一点就会好一点 想着行动就会不一样 这就是我现在有意识 继续给家里做断舍里的心情 这就是我现在有意识地做断舍里的心情 就会给家里做断舍里的心情 感谢观看